其實就因為大家沒有真正認識我會做的風格 所以覺得少見 好像很久之前已經認識林佳謙 是不是被人逼你找我 當然不是啦 那為什麼有這樣的想法呢 就是因為這次這首歌找了林佳謙去collab 我就跟他去談談 不如有什麼風格上的東西大家想做 混合和合 可能有一些beat的元素 又有少少J-pop的風格 然後又可能 不知道為什麼讓人覺得有少少lo-fi的感覺 可能是因為中間有一個鼓loop是 是filter了鼓loop 所以令到覺得有少少lo-fi的感覺 這樣就形成了這個風格 我一直都有聽林佳謙之外出他的歌 其實我很感受他的melodymine 因為其實我真的想不到這方面的melody 跟林佳謙collab是用他的melody 在我這一方面的beat 好像沒有一個火花做過 不如試試看 還有我留意到原來林佳謙除了是玩pop之外 其實他是玩r&b的 就是我在IG有看過他在ViuTV的一個節目上 他有三個歌曲 是啦 那我又看到那個節目 我看他的彈鍵盤 原來他有玩這類型 就是有少少neosoul或soufo的東西 但我不覺得他有玩這類型 因為他一邊表演出來的歌 全部都是一些比較pop 或者不是neosoul的風格 那一刻我就覺得可能他自己有另外一方面的氣號 可以在這次的項目上加進去 他未必是我平時那種一個字 或者一個音 再扭多一些那些ornaments的處理 但他的melody的上上落落 其實都等於我在扭音 但只不過他把那些扭音拆回幾個字 所以可能你剛才聽到就是 那些字好像跳來跳去那麼密 有時候我都唱不到剛才有些字 再加上那些很巧合的歌詞 那就難度會再加多幾何級 所以有少少吃力 但也很好玩 有些字有些option 可能有些本身好唱一些 但我又覺得那個字的combination 好像是豐富一些又有趣一些 那我就不如試一下那個方向 那個option 但要少時間去磨合一下 其實這次一收到demo 那晚我反覆聽了幾次 那已經立即提及林家謙說 你這次是不是真的很難 即使我對唱也好 或甜也好 我覺得那個密的程度 還有他的音 好像剛才加進說的 就是他將他平時的流音 其實分拆了變成幾粒字 所以變成那些歌詞的密度 是多了很多 那都沒想太多 反而這首歌我就比較 就是沒有特別想大家 這次的合作應該要呈現什麼 反而我都很很很 就是從自己聽這首歌的感覺出發 那我就不如玩一個想法 就是好像一首三分鐘 讓大家一起去進入了一個境界的一首歌 寫下去的時候都很flow 我想一晚就已經大半首歌詞都出來了 大家在生活上 尤其是香港 我覺得會有很多環境上的東西 都會令自己比較辛苦 或者始終工作上各方面都會很辛苦 所以我覺得是有一首治療的感覺 我經常做的那些歌 其實很少是學習文或者是那些 治癒或者是那些歌詞 特別是超有心度 就是經常都是要不就是HIP HOP 尤其是HIP HOP的東西 也有心度 不是說沒有心度 但是不是這種 咬文雀詞 在說治癒的歌 剛才跟家謙錄音的時候 我都可能stuck了某幾句歌詞 因為實在太難唱了 其實我覺得林家謙本身的聲音都很治癒 其實是我聲音不是很治癒 他就沒問題 我擔心自己錄的時候會怎樣 是否都形容你的focal有個治癒的感覺 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其實 我是很治癒的 什麼意思 其實你自己說的 我真的太濫了 大家用治癒這個字 大家想不到什麼形容詞 就覺得很治癒 所以我對治癒這兩個字 已經沒什麼感覺了 所以是怎樣 沒有的 那聽完就這樣 就是治癒 可能我比較用輕一點的方法 Torso都會 未必是用一個很solid的態度 或者聲音去project出來 所以可能又會被人的幻想空間大一點 就覺得好像去到另一個空間 可能是這樣 我不知道 我覺得這首歌的概念是很好的 就是說怎樣去冥想 例如想回生命裡面的東西 是不是有什麼最重要呢 是要提醒平時很牢碌的人 去想起其實人生意義在哪裡 會不會做到這個 希望你 忘掉通話在細島過程 原來欣賞情有小境 明白美景 通通不過倒影 隨意的出掉 無用對焦 任性內彼傷的格調 又當一刻的無妙 暫時向起雖然將予告一放開了 在細點表笑 唱一道密過風雨低潮 太楞語太飄渺 倒不如痛快的放任去追逐票